一個政治人物的誠信跟清廉 比他的生命還要重要 道歉也不像道歉 認錯也不像認錯 這很奇怪 林志堅退選 藍白剪刀槍火力全開 但只看到口水 沒看見牛肉 林志堅前市長 還不肯認錯 蔡英文總統還在家庭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鄭英文更是背叛台大 背叛台大 而且是完全萬體 家庭 不只大咖把林志堅當政治提款機 藍白參選人也一路從林志堅 無限上綱 左批曾韻鵬 又罵蔡英文 民進黨對於踐踏學術倫理 摧殘教育 卻沒有任何的認錯 也更沒有道歉 蔡英文總統擔任提名人 他對於之前 甚至請全黨之力 對抗台大 甚至不相信台大 我想他最應該出來向全民道歉 以政黨的利益一起自私 那其實對人民來說 他就是沒有意義的 換誰都是一樣的 藍白口徑一致圍剿民進黨 但看不見政見 選民會買單嗎 不提願景 反而大打口水戰 恐怕也難拿下選戰 見到林志堅 民眾立刻上前握手加油打氣 退出桃園戰場後 林志堅也立刻轉換角色 桃園鐵三角合體參拜 林志堅則從主帥變成輔佐軍師 但無所謂因為民進黨全黨上下 現在共同目標只有一個 全力助攻鄭運鵬 期待大家能夠將這樣的一個不捨 遭受對手 這個火黑的攻擊 轉換成支持鄭運鵬的力量 化碑分為力量 但林志堅年紀輕政治路還很長 外界也好奇下一步會是入閣嗎 林志堅為了爭取自己的清白 他退選我們以尊重 儘管行政院長蘇貞昌沒有給答案 但林志堅新竹市長任內 確實帶領新竹成功蛻變 就算深陷論文風暴 在綠營內部滾動民調中 仍領先張善政至少百分之五 具備一定實力 因此再戰二零二六百里侯 也被認為是可能選項 他當首長可能會比當立委適合 就我過去對他觀察 也許還有一個方向 就是因為他一直很主張新竹縣市合併 可以跟柯建民總召來做一些搭配的話 其實是可以推動 我覺得是有蠻大的機會的 二十二年來一路拉拔林志堅的 立法院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對於林志堅的決定感到不捨 但也強調政治路上承擔的重要性 這番話似乎也埋下伏筆 儘管林志堅在桃園這一帳 從主角變配角 但在論文戰場成功捍衛清白止血後 林志堅仍是綠營內部破具能量的一枚火旗 三輪圈綜合報導 總算是綠營內場出現的一枚火旗 悔 комп 兩次進行石破公司 佩迫 瘋 郭 美國 我們 美國 她 是 我們 我們